大舟看电影 你不应该来 你当然不想我来 故事发生在1895年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爱国义士谭思彤 随同他的仆人酒精 受好友康有为的邀请 进京商讨变法新政 逐仆安人路过白石镇 打尖休息 不亮 碰上一伙匪徒射服 准备刺杀袁世凯 就在这时 一辆马车突然失控 突然飞来一人切断麻城 硬生生将马车拉停 救下了难民 事后得知 此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王武 王武本名王正夷 是河北苍州人 只因当年拜李凤嘎为师 排行第五 人称小五子 又因他刀法纯属 品行高尚 故人人尊称他为大刀王武 英雄见了英雄 心心相惜 就这样 京城陆营统帅袁世凯 谭思彤和王武 一起相投成了朋友 他们三人携手 欲望京城闯一番事业 很快 王武在康有为和谭思彤的帮助下 创立了强武协会 而此时袁世凯也当上了新军统领 老袁在官场上混得是风声垂起 这天 王武在湖中偶遇知音人颜西 俩人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正好天空作美 来了个风雨大作 孤男寡女同时被困湖中一夜 情愫暗生 原来 这位颜西竟然是 易青王的爱妃 在此 不仅为王武深深捏了一把汗 真是一高人胆大 这可是大老的女人 果然 第二天两人坐船刚一上岸 就遭到了 宜青王府总教头 神手敖白的白眼 好在这个保守派 宜青王爱好武术 对封建礼教男女知识 看的不那么重 对 这就是易青王 仔细看看是不是有点眼熟 没错 如果你爱看周星驰的电影 你就会认出他 这个易青王就是电影 《国产007》里面那个 终极大反派 一身铠甲的金枪刻 易青王每年都会举办一次 演武大会 这次大会上 花拳馆的布公子性格暴力 明知对方已经打输了 却还要赶尽杀绝 关键时刻 王武及时出手制止 没想到 这个举动 彻底将花拳王布三爷激怒 就见他蹭的一下 跳上比武台 硬要与王武切磋 这一战似乎是义气之争 何必吗 演武大会 打赢最重要 为什么打 不重要 请指教 奥总教 你怎么看 不会看 行 要是 怎么看 确 不是 不想几个回合下来 不是王武的对手败下阵来 王武由此一举成名 煞时间来抢武学会拜师学艺的人 络绎不绝 就连原来花圈王的徒弟小川 都转头王武门下 王武惊人的一身武艺 得到了义亲王的赏识 义亲王想拉拢王武 却被婉拒 因此怀恨在心 他暗前高手来抢武学会 残杀王武弟子 谭思彤感到刑事紧迫 有些不妙 保守党似乎正在对改革派 围剿蚕食 看来变法已然刻不容缓 他和王武二人一同前往袁世凯那里 希望袁世凯能暗中派兵相助 双方理应外合 逼迫慈许老佛爷退位 老奸巨华的袁世凯 见谭王二人意志坚定 他表面假装答应帮助 却在背后连夜惊惊 向慈禧告了命 老佛爷一听要造反 这还了得 当即下令捉拿乱打 康有为提前得到消息 逃之夭夭 书生气十足的谭思彤 则以谋反罪被捕 打入天牢 王武带刀杀进天牢 欲救出谭思彤 谁知谭思彤竟然拒绝逃左 原来他已决定以身殉国 并且豪迈地写下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言装语 这句话高考会考 久经来到刑场 他买了谭思彤最爱吃的冰糖红 而王武则扮成刽子手 亲自送好友最后一场 之后 王武手持大刀直闯袁世凯的府邸 想不到袁世凯早已经做好准备 并且也有了神手奥白 和花拳王布三爷相助 王武你应该死 你已经不是我师父了 再打我关手了 就来吧 最终王武将敖白一刀两断 花拳王布三爷也被一箭穿心 可惜的是袁世凯这子贼人逃过一劫 而大刀王武则没能干过一亲王手下的洋枪大炮 被火枪队乱枪打死 我自横道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坤轮 神仙难躲一六院 武功再高也怕火药 九十年代初 李连杰与徐克合作派出三部黄飞红电影 口碑票房双丰收 可以说引领港台掀起一阵功夫武侠篇的风潮 而影视人罗维不甘心落后 拿出一千八百万的棺材本请洪金宝 关芝林 赵连军 刘巡等大咖拍摄这部一刀请成 就为了堵这一波好弄闲鱼翻身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该片最后可以说赔的血本乌龟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电影的结局过于悲壮 正面人物几乎全军覆没而反派却笑到了最后 这就犯了香港电影的大忌 香港人普遍不能接受这样的悲壮结局 尽管如此 不可否认它仍是一部经典的功夫武侠篇 再次我们也只能感叹它 生不逢时 是